一人瘦子难得展现出铁汉柔情 观察入围被可爱的曼菲小天使融化了 顽童张正月发表最新的公益单曲 要为这群孩子们发声 回到曼菲天使本身是一条长远的艰辛道路 妈妈的陪伴 社工的支持 才能让零到六岁的孩子慢慢长大 医生跟我说有可能会早产的时候 其实还蛮紧张的 对 然后就是各种 就是最坏的打算都有想过这样 可爱的婷婷因为早产的原因 左脑受损以及口腔肢体功能异常 现在需要穿着矫正鞋来辅助 附近的过程其实相当辛苦 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家里有 发展示范的孩子们 你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早一点接受黄金的疗愈期间 我们知道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其实很多的父母都怀疑 就是说自己的小孩到底有没有发展迟缓 或者一些问题 但是就是跨不出那一步 其实也是算是蛮谢谢这些小朋友 也是给我们一些很棒的体验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很像是 感觉是我们写给他们的一段话 其实他们现在还小听不懂 然后后来可能他们在长大了 他们有一天回来听的话 我希望他们会喜欢 然后也会想起这些事情 公益歌曲曼菲在这一群铁汉男子的 柔情诠释之下 字字句句都是对曼菲天使们的加油 似乎在告诉人们 长大的权利 有些人天生就被剥夺 别人的一小步 他们得要花多少力气才能达成 希望透过这首歌曲 呼吁你我支持痴幻儿 只要把握早聊期 有一天他们终能赶上进度 人间问世张艺成黄胜泉 台北采访报导 还有圆韵姐CIO 还有圆韵姐CIO